上次讲到 被无量业火烧到面目全非的汉淑那 正向将箭道爬出来 他被无量业火烧成黑洞的那块面 正对着我吃力地抹下抹下嘴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但没有了嘴唇的嘴 只抹开 一句声都发不出来 我想叫身边的初一 看一下是什么一回事 格拉米尔山区以前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被烧死的人 为什么会发生撕起呢 第一转头 他发现原本一直在旁边 跟我讲的初一不见了 只有寒夜中的冷风 夹杂着大片雪花 浮浮声地灌入冰墙 我心里头似乎也被风雪冻到透晒 全身突然打了个冷震 坐起身 再一抬眼 初一正抱着聂昌坐在我身边 正举起他那个皮袋 饮着清磕酒 再向放置韩淑拿斯太的地方看过去 上面的迹雪没有任何痕迹 原来刚才是恰着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 竟然都会发了个恶梦 正所谓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 那都不起 但是梦境里头那种恐怖感 实在是太过真实了 说不定 是有着某种预兆都不定 初一在旁边 把酒囊递过来给我 刚刚讲讲讲 你就睡着了 我看你今天 都是那么累的了 我将酒热了一下 你喝两口 清磕酒的神灵 会帮你缓解疲劳的 我接过酒囊 灌了两大口 然后站起来 我始终想确认一下 我必须要亲眼看到 雪丘下面韩淑拿的尸体 没有变化 这样才可以安乐 谁知我刚刚一起身 忽然听到冰墙后面 熟一声长鸣 照明弹升上了夜空 这个是我们扎刑时候 为了防止恶狼偷袭 在外围设置的几道 半发式照明弹 都是安置在几道冰幽后面 那里是接近盈地的必经之地 照明弹上面 有一个小型的降落傘 可以使它在空中悬挂一段时间 寒风吹动 惨白的照明弹 在夜空中仿来仿去 将原本就是一片雪白的冰川 照到白光闪闪 非常残眼 就在白茫茫的雪墓之中 十几头巨狼 暴露在照明弹刺眼的光亮之下 这些狼距离我们嵩起的冰墙最近的 已经不到二十米了 他们果然是借着鹅茫大树的夜幕过来偷袭 扎刑的时候 曾经分析过这道冰川的结构 这个季节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落过雪 轻型武器的射击声是不会引发起雪崩的 于是索性扔出枪 向后一拉套筒 抬枪射击 初一也举起它的猎枪 对准潜中而至的恶狼一旦就轰了出去 在雪原上偷偷而至的狼裙 可能是想等到了冰墙之下 再突然发烂 谁知触发了照明弹 断木的光亮使他们不知所措 趴在雪地上就成了活靶了 肥仔等人听到枪声 也都立即拿起武器出来帮手 长枪短枪齐发 马上就打死了十几只狼 剩下三只巨狼见状不妙 掉头就回传 也都被肥仔用步枪一一解决了 狼尸在冰墙前面 横七树八地倒到一地都是 白茫茫的雪地上面 点点斑斑都是狼血 就在最后一头狼被肥仔射杀的同事 原在半空的照明弹也逐渐暗了下来 冰村又被黑暗重新覆盖 只是听到狂风吹雪的哀鸣 这一片位于龙顶冰村的凤凰神宫 风势都绝集在下面 雪山和雪山之间的间隙 都是吸入狂风的通风道 而越向上风力将会越洗 到了雪风顶上面 基本上就没风了 这一片冰村好比是一个口大底窄的喇叭形风井 加上漫天飞雪 附近的能见度就更加差了 肥仔蹲低在冰墙下面避风 他对我说了 阿狐司令 这次我们跟狼群来了个下马威 看怕他们都不敢来的了 总算都可以睡个安乐觉了 我回去睡先了 有什么事你再叫我呢 小大妈 刚刚刚发梦娶了个美妇 刚刚说要洞房 他老尾被那些衰狼阻头阻势 我对肥仔说 我们不可以轻敌 等到了胜利那天 你再睡都不迟了 将白毛狼王的狼皮剥下来 给你老婆仔做皮草 我们一定要先解决了狼王 这样才没有后患 否则 睡着都要省大眼 这个时候初一都说了 高吉兄弟说得对 这些狼非常诡诈 要防备他们在这里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另外 有另一只狼从后面兜上来 一旦跟恶狼来得近 枪就用不上了 怕着不伤到自己人了 向道初一这样提醒 我们都觉得有这种可能 初一太了解狼群的杂性了 以对这次小规模的接触来判断 狼群一定会分兵抄我们的后脑 我们的营地 扎在轮回中教主沐月旁边 两侧的远处都有兵构 不容易通过 虽然前后都设置了 所装有照明弹的机关 但是都不可以全部指向他们 众人少一合计 决定与其留在固守 搞得不得安宁 那还不如迎头兜上去 在狼群还没从后边发起进攻之前 跟他们的措手不及 初一估计后边是狼群的主力 而且他们从那边过来是逆风 唱声和人的气味都会被他们察觉 恶狼一定是想趁着我们取得胜利之后麻痹大意 散开休息的时候突然扑上来的 我们要出奇不异 就要先迷惑他们 而且要行动迅速 一旦被他们察觉到有什么变化 今晚就很难消灭这批恶狼了 杨卓理说 狼的感知能力很强 我们又是顺风 很容易暴露 要怎么做才可以迷惑他们呢 初一无答 翻身跃出兵场 将最近的一具狼尸拖回来 叫众人都在自己额头上面 抹了一些狼血 按照我们当地人的传说 万物之中 人的灵魂在额头一大 恶狼是羞龙恶鬼 他的鼻和眼感觉不到人体 只是看到人的灵魂 而且人和动物死后 需要一昼夜的时间 灵魂才会离开肉体 所以死亡无奈的狼血里头 也带有狼魂 用它抹在额头上面 遮住人的灵魂 那就可以迷惑狼群了 我心想这种传说 虽然未必是真的 但是抹上气息 那么浓的狼血 确实是可以隐蔽人的气味 于是按照初一所说 用散冰刀插入狼颈 这只狼合死没几分钟 未冬实 血还冒着热气 每个人都用三只手指 添了一些血 各自在额头上面 打横一抹 然后带着武器 关闭身上攀戴的光源 偷偷摸向后面的冰坡 冰坡大约位于龙顶冰村的正中央 类似高低起伏的冰坡 在这片古冰村上面 还有很多 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未留意 只是觉得这个龙起的冰坡 能够起到阻挡风雪的作用 所以在坡下面扎形 直到我和杨树里 在冰斗里头 确认了九层妖塔的位置 才觉得这个冰坡飞给沉上 很可能 就是埋着冰川水晶丝的地点 众人将明叔和阿香 裹在中间 怕冰我雪 驳在冰坡的零线以下 我们的装备 足够应付极地的环境 龙顶海拔并高 而且常言到 风后暖 雪后寒 真正的寒潮 要在降雪之后才会来临 狼群也会在雪亭之前 退入森林里头 否则都会被寒潮冻死 这个时候 虽然落着大雪 但是并不算太冻 不过总是这样 趴在冰上的積雪当中 都挺恶顶的 我把手向下一压 视纵人停下 我和初一两个蒙住嘴 只露出额头上的狼血 然后先将头探出去 观察坡下面的动静 如果狼群来偷襲 这儿是必经之地 黑沉沉的大地之上 只有万天飞舞的雪片 我看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发现 天上玄云密布 一些光都没有 能见到实在太低 这个时候 初一扯了扯我衫就 将手指缓缓地向坡下面指 我顺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 只见在风雪夜幕之中 有几丝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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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雪落得很大 如果不是初一的指点 几乎就看不到 我打开微光手电筒 对身后的肥仔 他们访了两房 意思是发现潜伏的狼群 准备作战 这个时候 向地下的向道初一 突然约了起身 冲下冰坡 直奔黑暗里头的 忌司鹿江而去 我并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发生了突快的情况 怎么都不可以任由 他孤身犯險 于是拿起枪 举起狼眼手电筒 就跟着跑了过去 身后传来肥仔 和杨柱利等人的呼叫声 哎呀快点回来吧 你们两个干啥啊 初一跑到一处 停下脚步 我跟着站定 正话想问他是什么一回事 就发现雪地里头 堵饿着七八头巨狼 狼颈都被锋利的牙切断 鲜血不断流出来 有几只显然还没断气 用恶毒的眼神盯着我们 但是流血太多 已经动不到了 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在冰坡里看见的那些碧绿狼眼 就是他们的 初一护低身 看了看狼颈上面的伤口说 是那只白毛狼王做的 他们今晚是不会再来的了 讲完用撞刀将还没死透的狼一一捅死 跟我一起回到冰坡后面 我们将情况向众人一讲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显然我们一开始的估计是非常准的 狼群是想从后边偷襲 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狼王一年咬死了那么多铜类 然后偷偷撤退 就连非常熟悉狼性的向导初一 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杨雪莉踩了踩脚下的冰坡 对众人说 这个冰层下面十有八九就是我们要找的九层妖塔了 魔国的风俗 只有各主和邪神死后才可以入塔安葬 那些地位颇高的神职人员都未够资格的 只能够在圣地四周围的冰屈里头下葬 在祥师里头 白狼是魔国的妖狼 祭敌宝珠大王 曾经率领军队 和狼王带领的狼群恶战过很多次 魔国虽然灭亡了很久 但是国君和狼群的古佬契约可能还未失效 狼群依然背负着古佬的诀咒 狼王或者是发现这里是供奉着邪神的妖塔 没办法不放弃原有的计划 而且咬死了几头狼来制止 这些和美洲印地安人 关于狼群的古佬传说都有几分相似 不知道昆仑山格拉米尔 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事呢 听杨雪莉这样一讲 我想起了昆仑丫压口 大凤凰子鬼母的墓室之中 曾经有一张巨大的狼皮 以及驱使狼牢的壁画 所以杨雪莉所说的这种可能性 应该是很大的 既然狼群今晚不会再来 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明天还要挖掘冰川水精师 于是大家都回回营地去休息了 我突然想起那个噩梦 总是觉得不确认一下 杨雪莉的尸体十分不妥 但这件事呢 最好还是不要说给明叔知道好了 免得引起误会 我劝明叔最好还是连夜将他的尸体焚化了 将骨灰带回去就算了 明叔这个时候已经猛了 正想答应 向道初一 他极力反对 韩族拿死亡到现在 还未够一早夜 他的灵魂还未离开 以烈火焚烧尸体 他的灵魂 也会感到烈火煎熬之苦 对死者不好 也会被大家带来灾难 俗话说入香随俗 虽然我们不信这一套规矩 但是不要反驳 众人只好来到韩族拿的尸体前面 我问明叔 我们不如不要掩住他的尸体 卷起身裹住比较好些 这样做对大家都比较好 明叔沉默了一阵 先闷闷地点了点头 我将尸体上面农起的积雪拨开 伸手刚刚一碰到章箭 心里头顿时凉了半截 箭里头胸胸地拱起身 下面的尸首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猛然地揭起章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冰洞 而更下面 就是有一条非常巨大的冰那 难道韩族拿的尸体跌了下去 众人都抢上来看 我跪在狼眼手电筒向下面照 发现在深不见得的冰渊下面 有个人影一晃 闪入了黑暗的地方 我急忙将手电筒的光速追踪过去 只见在冰那间垂直的冰壁上面 有个女人用手脚沿着 爬在那里 虽然是背对着我们 但是她的头发已经表明 她就是汉淑娜了 肥仔举起步枪想射击 我将她拦住 然后对下面大叫 汉淑娜 你去哪里 汉淑娜显然是听到我们的声音 也觉得有几支手电筒照着她 她缓缓地从冰壁上面回过头来 她原本烧成黑炭的面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惨白 但是她那张大白面上面 只有两排牙齿 没有眼 没有鼻 汉淑娜从冰淵垂直的拙壁到拧回头 面上白蒙蒙的一片 她跟我们之间的距离 已经接近狼眼光速射程的极限 我为了看得更清楚 全身都趴向冰屈边缘 用力将手电筒向下探 虽然看得模糊 但我已经感觉到 在冰壁上的这个女人 已经不是人类了 明叔也举起手电筒往下看 但是一见到汉淑娜那块面 竟然被吓得呆住 手脚顿时远了 手中的电筒翻滚着 跌入冰缝 如果不是阿彪拉着她 差点连人都跌下去 伸着一块白面的汉淑娜 突然被跌下来的手电筒吓到 迅速地爬向黑暗的冰淵下面 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头 希望可以看出这条冰淵的深浅 但见电筒跌下去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翻动着的小光点 越来越小 最终竟然被吞噬在一片測黑之中 我和肥仔见这个冰冤心不见底 不由得就想起了那个鬼动 就在这个时候 杨淑莉将一群灯山绳用快挂固定在身对我说 我们立刻跟上去 看他的架势 似乎是要落去冰淵里追韩淑娜 我一转念 立刻明白杨淑莉的意思 杨淑莉的尸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虽然他一看到众人就逃入冰淵深处 但那个方向正好是斜插入冰坡下面绕塔的方向 难道他是直奔冰川水晶尸而去 必须在事态恶化之前找到杨淑莉 我也都立即准备承索 同样处理打开身上所有的光源 扔着条绳落去 冰淵里头的冰面滑漏异常 根本没有支撑点可以立足 身上的蓝色形光管和战术射灯 在如同镜子一样的冰壁上 反射出奇特而迷离的光线 使人都不知道身在何方 只是落了十几米 感觉就快丧失方向感 这个时候 没办法不停下来 才确认一下位置 这里合线的冰淵 简直就是无边无际 杨淑莉你说 下面至少还有几百米的深度 最深处可能就是 那个所谓的灾难之海的所在 那里有湖泊残存的水墨 明宿的手电筒跌出落水 这样才会消失了 讲紧的时候 将一支螢光管扭着了 劈向冰淵的下方 隔了很久 蓝色螢光先在视线里头消失 我们将耳朵贴向冰淵上面 隐隐约约的听到流水的声音传了上来 韩淑莉是斜着向下方移动 我们垂直降落 要想追上它 就必须打横地摆过去 我们试了试 但是冰壁太滑 很难做到 最后只有依赖工具 想用灯山稿作着冰壁 借力向内侧移动 但是刚刚作了下 就发现碎冰不断地往下面跌落 这个冰淵有裂开的迹象 龙顶冰川 处于一个特殊的海拔高度 属于低海拔冰川 每年有两三个月的表面消融期 但最中间这里厚达几百米的冰层 始终都不会改变 但是我们来的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刚好赶上消融期的末期 和汉朝来临的前期 正是主体冰川最脆弱的时间段 加上冰川里头 有无数天然而成的冰斗冰裂缝 以及上百处轮回中的冒月 可以说 这个冰层和马峰斗都没有什么区别 平时的日子还好说 九月份是最容易崩溃的时候 虽然几千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地质变动 但是这个灾难的海洋 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冰川的脆弱旗 对于挖掘深处冰层底下的九层妖流 也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在韩朝之后动手 那就非常吃力了 上面的明叔肥仔等人 担心我们的安全 大声叫我们快点回去 胡兄弟 别追了 太危险了 他们这么叫就不紧要 但是上面的声音被风灌下来 我和杨树尼觉得整个冰壁都在阵 立刻用手电筒打讯号 叫他们千万别叫 否则冰壁一裂开 发生冰层崩裂的话 那我们实听被活埋 我们在冰壁上的移动速度 比预想中的重要慢 而且根本不可能打横移动 加上冰淵里头的环境过于七刻复杂 冰贵神速 失了先机 再追都没用了 杨树尼无奈地对我摇了摇头 看来没办法不放弃追击了 还是回上去再想办法吧 我们抽动灯山绳 准备要回到冰屈上面 于是用手电筒对着上面的人 画了几下十字 肥仔等人会议了 在上面出力 将我和杨树尼渐渐地拉上去 由于冰壁上面停不住脚 贴近的时候用脚一撑 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 圆在空中转一个圈 我转身的时候 突然看见侧面黑暗的冰壁上面 趴着一个女人 她有一半身体藏在冰壁上的裂缝里头 只是探出一小半身 面上面白白了 只有两排牙齿 看她的头发和身上黄色的衣服 正是韩叔那 我本来以为 她已经走了去冰淵的深处 没想到离我们不远的冰壁上 有条不起眼的裂缝 韩叔那就躲在里面 在我们就要放弃追踪 准备回回地面的时候 她突然又再出现 她想做什么呢 我一拉杨雪莉的肩头 两个同事停下 杨雪莉也看到从冰凤道爬出来的韩叔那 同样感到十分意外 我之前将狼眼绑在手上 这个时候我举起手 对韩叔那就照了过去 在七黑寒冷的冰冤里头 即使是狼眼 也只是剩下不够二十米的能见度 但这个距离 正好可以照到韩叔那所在的冰凤 这个韩叔那 在我们没搞清楚她是什么之前 故且还敢叫她呢 她似乎对战术电筒的光束照射 没有任何反应 趴在冰凤上面探出半个身 动都不动 由于韩叔那的面上没有了五官 两排牙齿虚张 所以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表情 双方就这样僵持在半空 我逐渐有点沉不住气 这个家伙根本就不可能是人 似乎也不是关之僵硬的尸体 不管她是什么绝对不是好东西 我扔出枪准备一枪打过去 谁知还没拨开保险 就觉得有人轻轻地拍出我的肩膀 杨雪那在我后边说 不可以开枪 会引起冰层崩裂的 还没等我将手枪收起身 那个没面的韩叔那 突然好像全身通电一样 揣出了藏增的冰缝 张开双脚 好像一只白色的大蜥蜴一样 十十几下 迅速地向我们爬了过来 我和杨雪那见势不妙 这个时候不敢怠慢 立刻全力扯一条灯山绳 快速地将身体升上冰渊 最好可以将韩叔那都引起冰川 我们上升的速度虽然快 但是韩叔那在冰壁上面爬动的速度更快 在离冰面还有不到五六米的时候 他那张白深深的大面 已经可以碰到杨雪那对鞋了 冰川上的众人看得非常清楚 肥仔和初一两个人 不顾得民宿的阻拦 举枪探入冰屋里头齐射 子弹都打在韩叔那块面上 我回头向下一看 只见韩叔那白赖沙的面上面 被开了两个洞 他的身体也被子弹的冲击力大了下去 跌了下去两米 挂在冰壁上面 抬起无眼无鼻的面向上张望 面上的两个洞 马上又合买 这个时候 冰冤果然被枪声震动 水冰不停地跌下来 韩叔那似乎是为了躲避 跌下来的坚硬冰块 身形一闪 就躲进冰缝之中 我和杨雪那趁机会爬上去 再向下看的时候 下面摊塔的一些大冰块 已经将那个裂缝倒死了 我们想再从这里进去找韩叔那 已经没什么可能了 但是冰川下面的裂缝纵横交错 谁知他又会从哪里捐出来呢 而且枪弹对他 似乎是一些作用都没有的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发生了太多难以想象的事情 然而午夜才刚刚过去 距离天罡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风雪什么时候会停 难以预料 看来今晚都迷使之有觉好睡了 众人塞着冰屋 回到帐篷里头取暖 搞了半晚 虽然累 但是大家都睡不着 围在一起议论韩叔那 阿彪说 可能他做命死 只是受了重伤 你在雪队里头又犯伤了 肥仔说了 你一多鱼的 你用脑子想想想行不行 我们亲眼见到的嘛 头都烧了三分之一去了 那还说不死 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人要死了 看他臉白了 多数都是白毛 那肯定是变成雪山僵尸了 还用鬼说吗 看来这次真是够了棘手了 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杨处理问阿香 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问之下 那才知道 阿香根本就不敢省大眼去看 众人各讲各的 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 最后向道 初一突然一拍巴掌 撞地喇嘛 论禅的时候 经常都会做这个动作 表示是突然醒悟 或者加深记忆 由于初一年轻的时候 经常跟喇嘛去山里头採药 也都养成了这个习惯 显然他现在是醒起了些什么 于是我们就停下不再说话 初一对众人说 一定是被雪尼勒钳上去 两年前 有地陷院的同志 在昆仑山摩蝶崖崖 遇到过这种事 不过格拉米尔一带 都还没有过先例 昆仑山雪尼勒 比恶鬼还要可怕 他的尸体会越生越大 初一正话要讲 以前雪尼勒 在昆仑山莫害人畜的事情 突然停下口 在这一瞬间 他的表情似乎僵住了 和他坐在一边的名宿阿香阿彪 都是这样 都一起盯着我们身后的帐篷上方 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急忙回转 只见帐篷的帐篷 从外边压进来两只巨大的手印 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原因 好像是个无五官的人面压在上面 都是比正常人比例大出一倍有多的 似乎是有东西正想从外边用手撐破帐篷 进来帐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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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